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六血一技能 那个一技能还是复兽一技能 这个武将的强度是不值得购买的 也是在我们的理解当中 你如果在账户花钱去买 除了那种所谓的全阔狗 对吧 这种有强迫症的同学可能会去购买 咱们是屌丝是也许就不会去买了 当然具体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很多朋友也写了相关什么孟霍的帖子呀 或者是怎么想给他证明 说孟霍不是一无是促 是有一定自己的作用的 或者怎么怎么样 比如他会吸引红沙或者九沙 为了给他造成一体力上线 来吸引这些 帮助队友来吸引一些这些的输出 其次六血上线有不错的续报能力 因为自己武将强度不够 所以大家对他限制可能比较低 这样子他有不错的续报能力 有一定的爆发性 说的都对啊 都有可能产生 而且在有一些特定的局 的确是有这种效果的 但是作为 首先拿过来我所谓的神将定论 他是肯定不会达到一个神将的级别 而且一点都不沾边 那我们可以去理解到 他并不是一个神将 那我们个人建议 这种武将一不值得入手 当然他也不用花钱 你要是其他二将都开了 去有一个这无所谓的 二也不不建议大家去使用 很多朋友去研究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有心去研究 画熊如果在一场局势里 都获得胜利的话 不如去研究一些 更有能力的武将 或者是更强势的武将 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 任何武将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 而且刚才我们稍微去提示了一下 其次的话 达画熊很多朋友都喜欢去用黑杀 去杀 我觉得没有必要 画熊直接可以用降血上线的方式去攻击他 如果你去用其他黑杀去把他打的血线 比如说现在三滴血六上线 一会你没有黑杀了 只有红杀 你这个时候再打他上线 这就有点像董卓崩坏的节奏了 让他有更多的血线来吸引这样输出 这种细节注意了 其实画熊 以他摸牌的能力真的不是十分的强 所以这个武将 我就不出专门的视频来推荐大家去使用了 因为我对他也不太感冒 今天刚打了几场 但是也是很巧合的是当了一次主攻 我唯独选了一次曹操主又赢了 这个上期视频是出过一期曹操主的 作为现在公认最弱的主攻 我还是想再出一场 这场曹操主的主攻赢 就是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 曹操主攻局 弱肯定是弱 我也觉得他弱 但是我们可以再说弱的同时 将面烈士的同时 怎么能获得胜利 从这样子的视频来中看 今天的胜利 我觉得个人打的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可能是把那一场顶没了 我们去找一下吧 我存了一下 好的 这个自己的主攻选择曹操 其实像标准的 像我们所谓的标准的孙权主啊 刘备主这些 其实我玩的挺意外的 那个像非主流主攻 我比较喜欢的像 比如说是流血主二张主 哪怕是一些左词主 我也觉得玩的玩太多了 没意思 所以最近非常喜欢选张角主曹操主 这样大家在路人局 以及群内局公认 都不是十分强的几个主攻当中 去寻找一些特殊的乐趣 这次的话 烈士一看那个手牌强度非常的强 都是及时性简单 我也没有选择用手细卡 提高自己的能力 曹操主攻局嘛 个人的技能的弱势 我们可以通过牌来弥补 所以这样子的牌 我们还是比 这个邓爱比较像忠诚 大家也是知道邓爱 当曹操主攻局的忠诚 是有一定的既有向性的 尤其是护架 可以很好的帮邓爱囤田 所以既然这边向忠诚 我就压一下高顺 忙压一下 虽然提升位的高顺 也不能定反贼吧 但是也是一个限制 反正这个匠面 高爆发高能力比较少 这个时候左词是乱击 放乱击是要跳钟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 袁绍和曹操的配合 是比较犀利的 那左词七爪有一个乱击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的支持 如果他是忠诚的话 很可惜左词跳了一个反贼 那我们就不管了 很可惜很可惜 如果说是左词是一个忠诚 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 再加上如果寻语是一个忠诚呢 对不对 华熊 华熊上线 这个我在刚开始视频的时候 也是给大家插了一段 华熊上线对大家的讲解 所以我也是不去简单的介绍了 但是华熊也是降游过 也是体现了出他这个续报的能力 把六手排过 这边蔡文基 蔡文基挂出一个八卦阵 这一轮蔡文基这个是武将向反贼啊 但是卫国带八卦阵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支持 当然我觉得他是一个反贼 所以我们都说了蔡文基这边 直接盲杀了一下寻语 这个也是看到什么 左词跳反贼了 啊 那个贾许也像一个反贼 自己也是反贼 所以觉得寻语可能是一个中 主中方的 所以也抑制了一下 而且寻语啊 是一个回合外能通过AOE 给队友产生效果的 而主攻曹操是一个多AOE局的啊 他有可能是这样考虑吧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寻语的跳身份 寻语酱油 没有方腕键 这个是跳反贼了 这个我们来标一下 没有选择方A肯定是抑制啊 这边的话基本上身份还是比较清楚的 我们来看一下贾许 贾许这边白银联弩 弃杀啊 没有去选择杀灯爱 也没有去选择杀寻语 这个比较偏重那一点点啊 就是说为什么可以去杀邓爱啊 因为打邓爱是不要怂的 尤其是曹操主攻局 你不杀邓爱留的闪 能他和主攻是共用的 所以你如果是反贼的话 应该去杀一道邓爱的 清了他的闪 也是对打曹操的一种方式 反正邓爱的闪是一人通用嘛 两人通用 你不能说是因为怕屯田 你就不去杀邓爱了 所以这个动作我觉得是挑内 屯底位假许向反贼 但是他动作向内奸 这边的话我还是选择虚报 因为这个局势打不开效果的 贾许的动作更像内奸一点点 因为如果是忠诚的话 应该去杀寻语 因为现在没有杰命空间 这边跳反 那是江面是比较清楚了 邓爱是忠诚 华雄是忠诚 贾许是内奸 这个江面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劣势 但是中间还掺杂了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 姐女就是佐词说她看错身份了 佐词是七种跳的 唯独一个对我压制最大的一个范子 就是弄是化身了一个 那叫什么 元素 但是没有产生什么乱机的效果 反而是搞 所以说 这边当佐词打出一个 她看错身份了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相信的 所以刚才这个乐可能是中 对 邓爱对佐词去乐的 所以说如果佐词是一个 看错身份的忠诚 而化雄是反贼的话 说明主中方 骑手乌龙 佐词这边对主攻限制 邓爱把乐用在佐词身上 这是主中方绝对大的劣势 而且贾许内奸的控场能力又非常的低 反贼状态非常的好 这个就可能陷入一个这种情况 当然我们祈祷的是 佐词他在那忽悠我们 达字忽悠 因为这种不可能说是 你不看对方的行动 就凭他打一个字 你就定义他什么 所以说 这个我们不能定义的 邓爱那种动作 我们也是理解的 具体的话 我们一会来看真正的行动 当然这词这边被乐了 高顺这边强妙邓爱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你不把邓爱的闪打光 或者怎么 那是我们两人通用 难道你这辈子不去输出了吗 不可能 所以说 高顺也是直接对邓爱打 反正主攻的能力非常的弱 而这个时候作词天度 并且真的是跳了一个忠诚 那只能说 你们玩的太高端了 乐用在自己人身上 第一回合拆 搞 完了邓爱这边 也乌龙让一个高 第一轮没有动的高顺 去行动了 按道理这个乐 如果说是你跳对了的话 肯定乐在高顺身上 而我这一轮在乐的时候 也会对高顺进行输出 但是当时 不敢定义 对不对 假许向内 对吧 我的输出范围之内 拆这些人 这些人 这些人 拆肯定是没有什么作用 左词被乐了 也没有什么作用 肯定不会拆 可能是忠诚的高顺 所以我续报了 这个造成的很多很多 一系列的影响 都因为忠诚乱打 看作身份 搞成这样子 当然 具体的话 就具体来看吧 虽然说乌龙了 但是不能说是我们乌龙 就放弃 对吧 这一项也不是我们 出视频主要的 那虽然说烈士 又乌龙 但是我们要想的如何去赢 而且我们这手牌虚报 是有可能 有翻盘的希望的 这边防弯剑 给了两张闪 虽然没什么用 那也给吧 结束了呀 那可能说是 左词这边 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那结束结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化雄的行动 化雄是一个反贼 但是现在化雄肯给力 灌石 铁锁 这个可能就是 化雄最大的 给人惊喜的地方 就是通过 啊 六手牌的虚报 那个每次行动的话 可能就会给我们 造成很大的威慑力 觉得他手牌比较多 这样子产生输出 是我们估量不出来的 尤其都是安排 是吧 啊 这边还好没有酒 只产生了一次 铁锁的伤害 这边的话 邓爱是很难保住的 后头还有寻遇 有距离 还有驱虎的伤害 啊 啊 对 我看驱虎驱虎 目前可能也就是通过 我这边来驱虎 所以邓爱对于我来说 呃 尽量的可能死就死了吧 因为我觉得宝是很难保住的 这边蔡文基 呃 火攻 看一下能不能成功 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寻遇 但是还好 我们这边是有几个k点 呃 刚才左慈竟然去给邓爱吃桃了 呃 那说明左慈那边桃比较多 也不怕说是 因为我的牌是对于 左慈来说是安排的 他最多是明的知道我有11点 啊 但是左慈敢吃桃 他不怕说是 群遇那边有驱虎的能力 去呃 通过我把邓爱收了清 我的手牌等等等等 那我说明左慈那边 还有更多的桃或者有更多的效果 那我们还是保住邓爱吧 这个主要还是看 因为我刚才只有一张桃呢 留的还不如说是保住左慈什么的 这边那间开始那强势的通过 呃 乱舞控场 这个可能也是急了 觉得主中方又乌龙又翻面 邓爱又快死了 曹操能力又弱 他觉得不再去做这些动作的话 可能就非常的危险 所以他直接开乱舞去保 就不是不那么叫保了 就开乱舞直接用自己的限定戒 啊 来去控场 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 看能打成什么样 打成什么样 但是有蔡文基的情况下 呃 作用比较低 不过我们邓爱那边是有觉醒 我这个乐是能出来的 而我虚报的这些牌 呃 很可能会给我产生一定的作用 当然最起码最起码会把高顺的手牌 限制掉 避免高顺的爆发 啊 这边左慈那边还是很给力啊 还有杀 呃 三张沙搞了 但是有蔡文基的存在 貌似没有对高顺造成多大的危险 呃 左慈那边 刚才我们预估的是留下一张恢复牌 或者是桃 果然是 呃 这个也是通过一些出牌的细节来分析出来的 呃 不过怎么说呢 内阶已经做到该做的了 他看到主中方大猎势 呃 又把邓爱打到觉醒 又帮助我们亲了亲对面的呃 能力和血线 这该做的都做了 我们也不能说什么 这边顺把对方的无限逼出来 到了最后来顺我的乐 肯定是要把我的乐顺利 我就续报了这么多牌 你不让我动 那就太伤心了 当然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邓爱还能不能打出什么伤害 最后一次行动了 下一次 肯定是保不住 哦 放出A 这个A就是对于曹导主攻局最关键的核心牌了 这也是曹导主攻局最需要的牌 当然这个时候 呃 好是好在左慈那边弄了一个祸首 都不怕我亲队友 当然 如果左慈化身其他任何角色的 任何武将的时候 那队友这个南蛮他应该求死 方便我来放南蛮 要不会亲我的手牌 呃 而且这边 有祸首的存在 我这个南蛮是绝对敢放的 那因为是 呃 要吃菜也是左慈吃菜 当然现在就考虑一下邓爱放肆怎么办 不过作为烈日集 我们哦 漂亮 挂出个藤甲 那更不怕了 那这一轮我们就要通过这个南蛮 呃 如何的去秒掉对方 还顺过来无中 外头是明媚无泄的 所以我先看牌 有些什么牌 来影响我的排序 呃 一定要把高顺拆的明确没有杀或者恢复牌 因为我一定要让他求这一次逃 放南蛮 这样子的话 有可能高顺以及蔡文基都能让左慈收了 虽然说这些牌不是给我收 但是但是起码说是避免了我被蔡文基断肠的以外能让我的队友收到反贼的牌 当然具体看一下啊 反贼方那边有什么逃能撑回来不能撑回来啊 这边果然是高顺要去了 啊 所以说这一次行动给予我们一个翻盘的机会 这也是曹主攻局通过AOE创造出来的意外 啊 最希望的蔡文基寻玉全部带走 那这样子的话就进入主中优势了 一个A 当然对面还是可能有9的 这边寻玉也是求逃 但是我觉得对方可能是占助性放弃高顺 留逃是宝 哦 这边的话寻玉也求逃了 那说明左慈要带走另一个人了 这一次行动给予我们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这一轮还有一个思路可以通过铁锁再去传递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通过铁锁传递杀参文基不合适 所以我决定左慈既然收了六张牌 那他有可能会撑一下啊 如果有任何的恢复牌什么的啊 其次的话我们再往下看 因为这个时候去吃菜啊 这个难题不应该交给我们 因为这个局势没有稳下来 如果稳下来稳赢的话 我会考虑说自己吃菜让我的同伴 但是因为左慈翻面 灯案又可能马上死 我这边也不一定有桃 因为没有过牌 全部死了的人都给左慈拿走了 对不对 当然有的有的人可能会过拆 为什么不去拆灌石 当时都不敢肯定能把高顺打死 最后一张是拆出来一张杀 如果不拆出那张杀 是不是高顺都死不了了 啊 这个肯定是要把他稳定的先打死人 再去考虑别的 啊 左慈那边被人家酒杀死了 我记得是 是吧 啊 那如果是正常的话 他刚才还吃了一个 啊 恢复牌还不一定死的 那蔡维基那边没距离 还只有可能活 这个时候那间控场直接把我两个忠诚打死 这就是我稳的 如果当时 啊 当然我一不知道左慈的牌 二我去急的通过铁锁传递 啊 当然这个时候就应该传递左慈 这样子的话 啊 杀死左慈 同时最后还有蔡维基 杀死蔡维基的三张未知牌 但是这个时候我技能弄了 而巨压洗衣控场 我就压根没有技能 那根根本没得打了 这个时候我就进入一个思路区了 什么 这个时候按道理我们是最劣势的 最劣势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反贼方 后内奸方怎么考虑的 内奸肯定觉得现在单挑稳赢曹操 啊 因为曹操现在三血 当然这个吃逃之前啊 我们吃逃 以后肯定就不是了 就是曹操这边三血 而是两个反贼 他肯定想先 要不就是杀死一个反贼 进入主反内再去考虑 而反贼方呢 觉得现在曹操这边防御性比较强 那留内奸控场也非常麻烦 他如果在推不死曹操的时候 可能会愿意 直接先在自己的机会 杀死假许进入二位一 等等等等 都是觉得曹操可能好欺负一点点 具体的话 我们这一轮就把难题交给内奸 这一刀 其实可以红杀去杀化熊的 这个红杀杀化熊的原因 我在视频前也是跟大家讲了 其次的话 我要加高内奸的急迫感 对吧 主攻这边能力比较弱 我没有能力能帮你控场 这个时候反贼的能力是优势的 你要打平衡 或者去控场的话 你应该主动的对反贼进行压制 所以我把他的火力转移给 呃 你看贾许这个时候就选择了去打反贼 尤其是他讨厌控场的蔡文基 呃 这个先把难题交给内奸 第二点 我也不会吸引反贼的呃 嘲讽点的 反贼觉得主攻能力比较弱 呃 也许打不死主攻 因为主攻一是血线比较多 手牌比较多 杀我的话可以送一些输出牌 可能会造成他们的威胁 呃 也许他觉得曹操都有可能断杀了 等等 那他有可能就会考虑去杀 内奸进入二位一 稳稳的去赢 因为曹操没有过牌能力 可能能力比较弱 啊这像通过一个细节的把握 呃 那个让他们的输出点 全部转移到对方的身上 而我们这边就低嘲讽了 这个也是我们有一期做 那个主反内的博弈论 就是说主反内 或者是想打到这种局 你越弱 可能给你的机会越多 呃 他们都觉得曹操好欺负呗 呃 那所以说他们更愿意去选择自己所谓的 那这个时候反对打内奸 内奸肯定也急了 呃 一看曹操都无血了 你怎么还打我呢 继续的去搞 而且这个红沙搞 那这下的话 我们就要去帮一下忙了 不能说这次再看戏 再看戏 内奸也急了 对吧 内奸也不是弱的 前几轮是通过你曹操能力来判断 你现在再去呃 续报怎么的 或者是不动的话 那你人家也不是弱 他知道你是在看戏啊 呃 他也会有限制的去限制你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假装自己摸到红沙了 或者有类似的牌的时候 完了给予电影的支持 反正这边的话 甲雨先弄 蔡文基手牌也比较少 留红沙对画熊 打画熊就用红沙就行了 将他雪上线 尤其是这个时候报的没有闪 非常的占便宜 而反贼这个时候转头是很难转了 因为他已经开开始了呃 开头的死路 而且这个时候他也觉得呃 呃内奸会杀反贼 因为内奸也觉得那个曹操好打 所以他决定还是选择想素描夹洗进入二位一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对方的思路就比较弱了 通过我们前期的一个示弱的动作就影响了反贼和内奸的一些呃 思路让他们这个时候造成一定的啊混乱 当然呃我们也说了 他们这个混乱是战时性的 等他们对局势稍微进行一个评估的话 他们很可能就淡定了 淡定的话打入控场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太有利 起码机会比较少 这个时候摸到一个核心k牌南蛮 摸到南蛮我们就觉得有胜利的希望 当然胜利的先忘的前提是由我们创造 两个传导的铁锁 两个铁锁 两个属性杀 当然这个铁锁非常的尴尬 就是在于内奸很难控 因为内奸有帷幕 也就是打反贼的一个动作了 花熊这边拆了我的距离 想抑制我一下 当拆完我的距离 反贼方又更愿意又去杀内奸了 因为内奸一死进入二位一 他们的优势就比较大 决斗这些肯定不敢杀 这也是曹操另一个作用吧 这也是曹操主跟孙权主的一个区别 那如果是孙权主的话 反贼方肯定是迫不及待的 就是强秒 啊这次裸摸又给力了 就是AOE给我们摸是最好的 给他们任何一个人摸 他们是不敢随便去放的 啊这边通过火攻 也不能也跳过了蔡文吉的杯歌 那这下的话内奸也快死了 而我们有两场难漫 慢慢慢慢就进入我们的一个局了 当然这次乐挺影响我的 如果这个乐不乐的话 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那这时候贾许内奸也急了 那你们反的一直打我 其实贾许中期已经有一定的思路是 不想动了 但是看到反贼方那边老搞 啊完了他这一个又打到凉血 那这样子的话 反贼这一次撑血线是很很关键的 贾许现在不动了 我们又有一个红色的决斗三杀 再加上有距离 呃四杀牌我考虑一下放南蛮 但是这个时候放完南蛮以后 呃 华雄出杀了 蔡文基要死 我帷幕贾许又打不死 那我果断收手了 其实我放这个南蛮 我觉得是可以一波轻了 但是华雄出了一张啥影响了 我依我们不知道反贼的手牌 有可能反贼还有桃 尤其像华雄刚才都 我记得是 呃一些 哎呦 这个我可能排上我没办法帮大家解释清楚了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就通过对方的气牌 我们不清楚对方的手牌都是些什么 手牌对于我们来说未知的 如果放死了 呃 放完下去 华雄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完了蔡文基死了 那我们可能还是个烈士 烈士的话 我打不死华雄 打不死假雪 而我们没有技能了 那有可能就非常的尴尬了 所以我放完这个南蛮 当华雄没有 给闪避开南蛮 我这个就淡定了 留下这两个 还有一定控场能力的牌 呃 完了再看一下机会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只要淡定是我们的优势 因为对方已经没有多大能力 来对我进行限制了 因为他们对我限制的话 很可能把输出牌送给我 拆一下距离 再吃一下桃 蔡文基可能就是手上的桃 所以我们当时放 也不一定能放死人 而把我们的气泡牌打完 又放不死人的话 让对方又觉得非常危险 去进行一个控场 去不去主动的去控内肩 我们还是比较头疼的 这个时候挂出连弩 呃 其实我靠连弩杀 是没有什么作用 两个加一码卡的死死的 但是挂出连弩 有个最大的好处 都是抑制对方有杀的牌 来杀曹操 因为所有人都有一个定式思维 就是如果呃 杀曹操曹操有连弩的话 等于送杀上曹操爆发 对不对 呃 所以说这个连弩是威慑 对方对我们的控制 而不是说是咱要靠连弩爆发 咱靠爆发是这种这种牌 这种牌 还有这这四张 前四张牌 这个时候我要找一个机会 我们又回来讨论一下上一轮 就是说 呃 怎么说啊 就是说可能会有朋友说 就是说你要去打完这一手 虚报牌是有可能赢的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赢 不代表是绝对能赢 对不对 呃 打奔直接创造出绝对的优势局 打入主板内 我们的输出牌又全部用光了 呃 这个时候留下的牌 不一定能 呃 这叫什么 就是说 以曹操这种裸摸的效果 不一定能最后 呃 在自己杀不死的同时 给了贾许收人的同时 或者是我们帮他吃完菜 贾许又能把话熊收了 进入单挑这种稳赢的可能性 呃 这种情况下 既然打不出来 我们就不应该 而我们既然有这些核心 K牌能拿到手里头 我们就要利用这些牌 能稳定的 在自己行动的时候 能稳定直接能创造出 我们所谓的绝对优势 必胜优势 如果你没有百分之百把握 以我打牌的思路来说 那我就不是放的合合理的时间 这时候贾许已经有意识的 不去打我 呃 不去帮我控场了 这边话熊都扔桃子 说明话熊肯定 还有桃子 对吧 他不可能说随便去扔桃子 那说明他还有桃子 而贾许这边也不去帮我去控反贼了 那我优先的去 呃 拆假许 让反贼有杀假许的冲动 大家可以看出来 刚才我已经有意识的去控制内奸了 当反贼能把假许打死 我这手牌是绝对能 呃 把一个反贼秒掉 呃 这样子的话就能创造优势了 这边 呃 又一个示弱的动作 挂闪电 呵呵 呃 那个 给这个挂闪电最主要 一我不怕被批哈 我无血 呃 任何三个人 因为红闪电啊 呃 假许也是会被批的 批他们任何三个人的中的一个人 对于我来说都是优势 因为我的虚报盘能直接进入优势单挑 呃 而我是最不怕批的 因为我是无血 对吧 呃 这是第一点 呃 第二点 我挂闪电给对方是一个示弱的动作 因为只有劣势方才挂闪电 如果我直接弃闪电 人家对方说啊 曹操这 肯定是有一手能赢的牌 因为他是稳赢局 他敢去扔这种翻盘神器 呃 所以我挂闪电另一个意图是示弱 告诉对方 我没有一个虚报的能力的牌 呃 从而让他们对我放松警惕 不想去铁锁那个 反贼啊 因为我只想劈死一个人 呵 呃 贾许现在状态太好了 如果我贴死我家两个反贼 如果劈了以后 直接两个反贼全去了 那直接进单挑 我是没有能力先来打死贾许的 刚才我也没有拆加一码 把红顺手用掉 是因为现在贾许身上有加一码 呃 而且贾许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尤其进入单挑 如果我控不了他这些装备 他把我的装备控制了 我是打不过他的 那等于说他通过卡距离 来让我打到一个排查的效果 对吧 所以说我要留这些排 一会找机会 能续限制贾许的装备 呃 这个时候通过挂闪电 失落的动作 可能反贼也不会对我太大的戒心 因为他们都觉得 我这边可能能力比较弱 呃 勾心斗角啊 这三国杀的乐趣就在那 通过一些出牌的细节 来欺骗对方 当然可能出完这种视频 呃 大家也就基本上知道我的一些思路 但是呃 大家可以看过我以前打一些主板内的视频 比如说孙权主和曹曹主有个区别 孙权主我时常是有逃不去吃 故意把自己血线降低 呃 来去影响内奸以及反贼的呃 对控场的思路 而曹曹这种能力比较弱的 有逃就吃 对吧 呃 增加自己虚报的环节 自因为自己能力 过牌能力比较弱 有k牌的能力比较弱 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威慑力 这个是曹曹主和孙权主一个很大的区别 所以说不同的主攻 不同的能力 都有自己控场的方式 呃 而不是说你要把一条沿用 你要是在这一轮 我说我故意为了呃 什么降低嘲讽 我不吃桃 那不是二吗 对吧 曹曹有什么嘲讽呢 能力又非常的弱 这边我我本来是想拿这个距离杀假许的 呃 但是反贼方既然不给 那我不给不给拉倒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贼 反贼想要距离去杀假许吗 我不管 反正我当时的思路就是拿这个古金刀去杀假许 但是他不去给这边有一个扶一码顺手 他肯定是顺我的装备八八阵 不会去找我的手牌 他这边顺我加一码了 啊 这样拿加一码是对的 因为能卡住我的距离 对我来说 反贼这些基本上就是 呃 所谓的菜哈 想收随时都能收 我留他们就是为了制约假许 我不想现在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单条局 啊这个乐没事啊 因为闪电过不来 那边被翻面了 如果能动还真虚 我怕我现在最怕的就是什么 啊 那个啊 闪电乐 对吧 都中了 中了闪电以后乐 把我的虚报牌进了 这边乐和顺手没什么 留红顺手一定要防假许 因为假许你要懂得这一轮对你控场 啊 这个能不能叫控场 我不知道 对你来说最大的威慑力就是假许的装备 所以说你红色的这种牌是核心牌 就算有机会顺反贼 我都要留的去搞假许 你们自己考虑吗 反正这些反贼人就是你的菜 想多会杀死就多会杀死 反正这边是杀不动我了 而且有联弩的同时 他们也不敢去杀我 杀我送杀 还害怕造成一些 一些怕我虚报一个 因为刚才已经是重新洗过的牌 负义马全部都重申了 啊 所以说怕我这边有些负义马 直接收全场 所以他们那边不敢随便的送我杀 这也是挂联弩的一个好处 这个刚才我也是解释过了 反正我们等闪电 如果闪电批了我们 我们就马上行动 内奸肯定不会乐我 我个人觉得啊 这边内奸都不愿意去杀反贼 也是怕我什么收了反贼 直接进优势单挑 这边的话我决定动了 那个也就 不考虑别的了 那个红爵斗 既然一直虚报的红爵斗 也是对假许 那这样子的话 南蛮入侵 收掉两个反贼 那花兄那边有一张桃 收掉两个反贼 我们还有机会 如果有距离的话 直接打的假许 没有距离的话 进入什么一血的优势单挑 可惜还是没有距离 那这边的话 哦有距离了 但是短杀 那我们肯定 先把假许的装备弄过来 这也是我们一直虚报 这个红色顺手的意图 这个基本上我神装打他俩 他俩只要不是说什么 每人裸摸两桃 直接撑到满血 基本上我们下次再拿杀 就能赢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一下 就中间这一局 最关键的一个回合 是在于 灯爱觉醒那一回合 那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 我是有意识的留铁索和沙 当时的情况 我觉得还是考虑比较多的 就很多人爱吐槽我的视频 是吐槽 就比如上一期有个视频 有个朋友说的非常对啊 就是说 看南门之前 可不可以后攻棋 但是当时这一手牌的排序 以单单20秒是考虑不清楚的 我当时最后时间挂出白银狮字的 这是因为为了拖延 就是延迟考虑排序的时间 所有朋友 你们去看这个视频 你们可以暂停 或者是看完这个排序 不用考虑出牌 直接是用别的时间去考虑 大家可以去理解吗 就是说 你可以看完我这一手牌 然后你不会再考虑自己出牌 怕失误 或者怕气牌 怕时间到的前提下 你可以慢慢的去把这一手牌 印在脑子里头 慢慢去考虑 最终考虑一个非常完美的排序 但对于我不一样的 我是要在20秒钟 马上能反应过来 这一手牌如何打去最优 最大的杀伤力 或者最好的排序 这个时间是不够用的 所以我需要一些非常基本的细节 就比如说是不停的带装备来延迟时间 或者是一些基本的 比如说 铁锁比较多 而且用就是自己没有什么很好的属性传递 我都会压秒去用铁锁重铸 完了一是过牌 去继续考虑 排序二是延迟自己出牌的时间 所以像那一轮我有铁锁 有杀 完了有南蛮 我考虑到自己吃菜的前提下 如果我吃菜 吃完菜以后 不能把其他反对打死 不能把内奸打死的同时 我的两个忠诚可能马上死 那这样子的话 我被断成了 是在主板内是完全没得打的 所以我考虑先清了高顺的杀以后 放南蛮 让佐茨去拿这种牌 也不会考虑自己铁锁 完了去杀死蔡文基和高顺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当时反贼有没有淘 我们是不清楚的 而且我一直觉得反贼是有淘 的确是有一个淘 但是蔡文基我们南蛮清了 所以说当时蔡文基也打得非常的聪明 他觉得我手牌比较多 他没有有意识的去把那个淘给高顺吃了 让自己去死 完了去断肠佐茨 而是给自己救了 如果他当时比较二的话 那个高顺去求淘 他给高顺去吃淘 完了自己被死了 对吧 自己死了 断肠了 佐茨 而且是吻死的佐茨 因为他翻面没有行动的能力 这样子给我们一个铁锁的空间 我们有可能把熊玉和高顺又收走 这样子的话牌都是我的 所以蔡文基那边打的也聪明 当然熊玉三张牌没杀没酒也挺意外 当然这些东西没办法 因为我们看不到手牌这种东西都是意外型的收人 行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合理的考虑一局游戏 因为你能看到结果 能看到对方有没有逃 能看到对方能拿到什么牌 而作为当时再玩的视频家 是这些东西都是很难预估出来的 对不对 大家拜拜